來看見國軍貫穿改建的正義 這是國康祝贏學軍新春有一項 他們是要賣 國康祝贏 是要求有學美改建的環節 不過歡迎這邊已經 我們全國的方法跟土地收回 今天要進行 共和貫穿新春兩邊 歡迎收看 他們家親家賣了 很激動 因為他們在國康祝贏學軍新春的 兩項貫貸 其中一項已經 給國康祝贏學軍新春的兩項貫貸 二十九號早上要貼圖另外一項 不把大兄的房子 家修大可以 沒辦法趕緊做東西拔出來 國康貫穿改建實行已經很多年了 住所已經完成貼圖 但有教授貫 貫貫因為對家庫的不敢 也是經濟狀況不好 在原因不想要負責 不敢負責就是其中一項 他們分配跟軍方打冠 時 但歡迎打冠 我們尊國防部長土地收回去 明明家家庭十八號就讓 同地貼圖 看到家庫 兼明將給警方拔出來 處住太多在土地 經過一天的貼圖作業 房子已經變成一堆 催修到鎮壓閣 這些單位有 多半都願意提出協助 只是這些眷戶 可能認為不需要 那這中間之所以訴訟會 令經十年之久 其實除了單純的法律 工房之外 國防部也在這過程當中 歷經了多次的協調 軍方委託的律師標示 騎乎因為不配合改建 向住宵貫乎的主計 後宵貫乎丟臉 修發後 要發保障 他們也不僅 昨天目前已經失去 完喻的款式 但因為他們一家四代 都在這裡生活 為國家效力 現在所向軍方強貼 希望政府可以 行為他們合理的改建 款式 記者黨環務 扣正準格相報的